我舍不得买衣服就是为了给你报补习班 但是我从来不想上补习班啊 我想睡觉 我的学生时代没睡过一次好觉 现在我有十分严重的睡眠障碍 需要服药入睡 很痛苦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 不久之前发生在中国的 一位妈妈跟自己孩子之间发生的可悲故事 我妈要来我的城市看我 我很开心 也很欢迎她来 她问我要不要从家里带点猪肉过去 我说不用 这边很多卖猪肉的店 她同意了 第二天她说我这边猪肉贵 她从家附近的菜市场买了十斤猪肉 已经冻冰箱了 我说不需要啊 我的工资买得起猪肉的 五十块钱一斤我也吃得起 她又答应我了 昨天她收拾行李问我 这个猪肉放在行李箱会不会超重啊 我说你千万不要带啊 这么长的飞行时间 你飞过来以后肉会坏掉的 她又答应了 今天早上 她拖映完行李给我打电话 说一切顺利 行李没有超重 她带了十五斤猪肉都没有超重 她说完我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脑子里炸开了 很窒息 很痛苦 痛苦的想要去结束生命 我人生二十多年 原来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 小时候她的口头禅士 我为了你把工作从省城调到县里 你必须考到全班第一 否则你就是对不起我 不光是她这样说 我家所有的亲戚都特别爱这么说 我压力真的非常大 从小活得很压抑 上了中学 她拼老命给我报了十个补习班 需要花很多很多钱 她每次交完钱都要骂我 你真费钱 我舍不得买衣服就是为了给你报补习班 但是我从来不想上补习班啊 我想睡觉 我的学生时代没睡过一次好觉 现在我有十分严重的睡眠障碍 需要服药入睡 很痛苦 她每个寒假都会带我去外婆家 每次走的时候 外婆都会给她拿五十斤左右的冷冻肉 我每次都要帮着她提那些又难吃又笨重的肉 我抱怨她就打我 这是你外婆的一片心意 你个白眼狼 有一次我说想吃素包子 她答应了 然后我放学回家 包子蒸好了 一咬开满嘴的心山 原来是她往包子里放了我外婆家拿来的僵尸肉 我问她为什么不是素包子 她说我为你好 你长身体应该要多吃肉 哼 她根本不在意我是不是爱吃肉 有一天早上我想吃番茄打卤面 她问我要不要放一勺牛肉汤进去 这牛肉汤是我外婆家拿来的僵尸肉煮的牛肉汤 我说我不要 她答应了 后来面好了心山恶心 她在一旁笑着说 好吃吧 我放了一勺牛肉汤 今年六月 她说我给你寄点牛肉吧 我说不需要 她答应了 过了几天她又问 我又说不需要 她又答应了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 顺丰给我打电话说 有一箱牛羊肉寄过来了 我签收了 然后打开箱子 又是一箱僵尸肉 重量差不多40公斤 我不到100斤的身体 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把它拖到楼下的垃圾桶里 类似上述事件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这二十多年啊 我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很痛苦 有时候会想到轻身 我绷着的那根神经断了 我的理智全部归零 我对着电话破口大骂 你个臭SB 我受够你了 我说了一万遍 我不需要你那兜子难吃的僵尸肉 这是原话 她哭了 骂我不是人 说我应该下地狱 我问她 我之前有没有和你好好沟通过 不要拿这堆烂肉 你自己有没有答应啊 你别他妈的在这抱怨 你就回答有还是没有 她说有 但是我也是好意啊 你对着我的好意破口大骂 你就是个杀千刀的畜生 我说 你的好意我必须接受吗 你有没有问过我是不是喜欢吃这些恶心的冷冻肉 你凭什么强迫我接受你所谓的好意 她说你也不用这样 这次回去 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 我说好啊 你在家吃你那堆恶心的僵尸肉去吧 离我越远越好 故事讲完了 有些人很同情妈妈 觉得妈妈很可怜 而有些人觉得造成这种矛盾的 证实妈妈的自我感动 可是如果仅仅是这样的简单归因 那就不是这个频道的风格了 我想跟大家基于这个故事聊一个更有趣的视角 首先故事里 母女之间的确存在着严重的沟通障碍 比如尽管女儿明确表示不要肉 但是妈妈却仍然坚持要寄过来 这表明妈妈没有真正倾听和尊重孩子的意愿 但是要注意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 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自我感动而造成 反而自我感动是能感染他人 将讯息传递给对方的重要基础 所以妈妈的自我感动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根源 关于这一点我后面会详细谈到 可能也会有人觉得 母女之间的沟通障碍是因为世代冲突 在中国叫做代沟 也就是说在不同年代成长起来的人 在观念上固有的差异 故事中的妈妈跟外婆 可能成长于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 或许在那个年代 肉并不是人人都可以随时吃到的 因此人与人之间送肉 是一种对他人表达友好的方式 其实日本以前也是这样 邻居之间会时不时分享一些当季的新鲜食材 因为在当时并不是很容易获得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物资变得丰富 现在在日本如果你跑去给邻居 分享一些新鲜的食材 反而会变得失礼 因为人家不一定需要 你给别人以后反而会变成别人的负担 但即使存在世代冲突 也并不能够直接导致一个人 完全忽视对方的个人意志 就像我的邻居 有80岁甚至90岁的爷爷奶奶 他们对我非常的友好 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把他们的生活习惯 强加到我的身上 换句话说 当一个人做到能够完全无视对方的意愿时 一定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把这件事情跟日本的朋友讲过 日本人并不觉得妈妈的自我感动 是造成女儿崩溃的主要原因 因为一个人能够自我感动并不是一件坏事 反而这是人类情感经验和心理活动当中 最不可或缺的要素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会自我感动 是因为我们人类需要常常确认自己的价值 确认自己的存在 比如说当你透过自己的努力达成了一个目标 内心会自然而然的涌出一种感慨 哇 我终于做到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当我的频道获得第100位订阅的时候 当时我的身边没有任何人 我也没有发IG脸书 也没有发微信 没有任何人夸赞我 但是那一刻让我充满了幸福感 这是靠花钱买到百万订阅的人无法体会的 我可以开心到原地起跳 我的内心感到充实跟满足 这种感觉就像你通过了极其艰难的考试 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 获得人生的第一笔工资 请自己喝一杯热奶茶 这种美好的感动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拥有过 这说明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需要用这种感动来帮我们激发积极的情绪 让我们有动力去追寻更高的目标 如果没有了这种情绪 我们就没有力量支撑自己 继续保持坚韧和乐观 来应对生活当中的困难跟挑战 而且如果没有自我感动 我们就不能向他人传递热情的积极的情感 无论是写作演讲或是其他形式 如果不带着这种热情 讯息就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当我在影片当中传递讯息时 我其实是带着 这是个很好的故事吧 这个观点真的是太棒了 这样的心情 所以即使没有人请求 我也会带着一种 这件事情必须要跟你们分享的 这种多管闲事的热情 希望能够把这些讯息传递给大家 反之如果我说 我不喜欢我频道的影片 我发布后自己都不会去看第二遍 我想现在在看我影片的各位 或许很难被我的影片内容所打动 同样的 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事业缺乏热情 那就很难让你的客户 或者合作伙伴 感受到你工作的热情 进而影响到事业的成功 所以自我感动 不仅是一种鼓励我们走下去的天性 更是我们传递热情 跟别人沟通的重要方式 所以你会发现即使没有人在身边 你也会被自己的情感所打动 就算周边没有人对我们抱持期待 我们也会让自己感受到那份感动 这种自我感动不是炫耀 是发自我们内心的一种本能 但是呢 我们常常会看到 在恋爱当中 有些人为了追求另一半 自己其实并没有赚很多钱 于是省吃俭用不断的付出 最终却发现 这只是一场自我感动自己的独角戏 这样的悲剧跟我们影片开头的那个故事很相似 那位母亲一味的自我感动式的付出 完全无视自己女儿的意愿 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女儿情绪崩溃 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明 这其实就是自我感动的错呢 其实上述我们提到的自我感动 本质上确实是在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但问题在于 这种心理需求 或者说这种快感 是建立在错误的归因上的 以为自己是在为别人付出 实际上只是满足自己有趣的快感 从故事中 妈妈拼命花了很多钱给孩子报补习班 牺牲自己在大城市的工作 为了自己的女儿回到县城等等 这些行为的出发点 都是出于我都是为你好的想法 这是一种典型的家长式的自我感动 这种心理活动的特点是 以为你好作为绝对正确的出发点 强制性的为他人付出 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 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快感 而这种观念的形成 与成长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在学校里 如果老师实行威权教育 学生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 跟享乐的时间 甚至忽略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只为达到老师跟家长的期望 而这一现象在专制体制下的家国叙事中尤为明显 将国家比作家庭 领导者比作家长 而普通民众则是孝顺的子女 在这种叙事框架下 民众被鼓励为了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利益 而牺牲个人利益 这种家国叙事提供了一种认同跟价值观 让民众在认同和接受这种家国叙事的过程当中 感到一种自我满足和自我牺牲的快感 从而形成了家长式的自我感动 就像在家庭当中 为了父母跟家庭的幸福 为了子女的教育而放弃个人利益一样 正是这种牺牲 能让自己产生一种无法自拔的快感 我之前做过一期影片叫做为什么日本跟台湾没有这种好人 我在影片里详细谈过这个问题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 可能有人会问 有为他人付出的动力有什么不好呢 各位请注意 被这种环境造就出来的 为他人付出的快感 是基于没有平等观念跟自由意志而产生的 因此会形成一种狭隘的思维方式 比如说中国的一些网友常常感叹 中国老年人很多在跳广场舞 而日本老人很多在打零工 支撑老年生活 这说明中国的退休金制度是可以的 这样的言论显然忽略了人生态度的多样性 在日本 许多老年人选择继续工作 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原因 也是因为工作被视为个人价值和社会贡献的重要途径 很多人即使到了老年 也希望保持活跃和独立 例如在东京有一位95岁的老人家 他的工作是为念书的小孩子指挥交通安全 他对工作的热爱使他每天所做的工作 已经远高于这份工作的要求 他说他还很年轻 还有一百岁还在工作的前辈 他想一直健康的工作下去 而一些中国人他们只能够看到 人只有为了活下去才会继续工作 他们觉得吃饱躺着 能活多久是多久 这是人生的意义 可那些日本人不是啊 一句我是为了你好 就想要控制别人的人生 实属井中之蛙 安之鸿虎之志 就让我想到之前影片里提到过的一位中国网红 看到舞台上有人坐着轮椅 他便直接将对方视为弱者 甚至在舞台上那位生命斗士 讲的话他一去都不听 直接脑补一套弱者被强权利用的剧情 并将自己想象成正义的化身 把自己狭隘的认知当成事实传递给观众 如果只是他一个人这样也就算了 他的120万粉丝也跟随了他的思维方式 无论别人如何提醒这位网红 要尊重别人的意愿 他跟他的粉丝都像没有听到一样 并且简单归音 认为别人只是想要称这位网红的流量 你有没有发现这跟我们影片开头的那个故事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无论女儿说多少遍 不要肉 不要肉 妈妈都会自说自话的寄来一箱肉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深信自己的行为跟选择 代表了正确 代表了正义 并在这种信念之下 以我是为了你好的心态 进行所谓的奉献时 这种家长式的自我感动 往往是导致他们忽视他人的意愿 最终造成沟通障碍的根本原因 而如果这种扭曲的情感不加以妥善处理 则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比如这位在日本的中国网红说 我们要继续在日本社会跟他们斗争 并且在他的节目中 明确表达已经向台湾的移民署宣战了 他的理由是 如果说民进党政府的这样一次所谓的选择性执法 把台湾的民主已经拉低到了一个让人惨不忍睹的地步 那么我也期望台湾的司法制度能够为台湾挽回一些颜面 所以我一直认为我的这场所谓的官司不是替我在打 我可以不去台湾 但是我特别希望台湾社会 它能够通过我的这场诉讼 来检验一下它的制度成色 他说他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检验台湾民主制度的成色 要知道在他嘴里的那个 民主制度已经被拉低到惨不忍睹的地步的台湾 在经济学人杂志社最新发布的2023年民主指数的排名当中 位列世界前十亚洲第一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因为他自己在台湾做出了特别突出且华丽的超派的非法的资格外活动 被抓包遭到了处罚 而这类处罚是会极大影响到他本人在日本的债留资格的更新 所以他必须想办法让台湾尽快撤销这项处罚 否则他就有可能不能继续留在日本 而他主张的不是为了他自己 而是为台湾的民主而战 这种行为或这种想法 是否只是他沉浸在家长式的自我感动之中呢 一个人之所以可以走得远 就是因为他始终在做正确的事情 我扪心自问 在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头 我在台湾做了采访 有多少台湾人觉得 需要靠这样的一位网红来拯救台湾呢